聽到隨意詩人我覺得 一個態度吧我覺得生活態度 隨意詩人聽起來很浪漫 看世界的方法 視野都比較新鮮 就好像想要什麼就可以寫什麼 想要什麼就可以講什麼 讓人感覺很舒服 隨意詩人給人一種很自由的感覺 星期天晚上10點到12點1003 隨意詩人 喜歡電影尤其是喜歡看獨立電影的朋友 你應該會聽過Cinema Old School這名字 Cinema Old School呢 新戲院它其實就是顧名思義了 它是一間新加坡的戲院 它獨特的地方呢 就是你可以在這裡呢 找到看到 來自亞洲各地很多很多優質的獨立電影 可是呢 Cinema Old School將會在2012年停止 暫時停止它的 就是停止放映電影 所以我覺得還蠻難過的 今天晚上呢 請到了 來自Cinema的一位朋友Sharon 她會來到空中跟我們聊一聊 就是這幾年 Cinema在新加坡 整個獨立電影業 到底有 就是做出了怎麼樣的一些貢獻 怎麼樣的影響到了很多很多新加坡人 歡迎Sharon 哈囉 大家好 會不會覺得很難過 就是Cinema將會在 就是明年 就可能暫時的停止所有的活動 其實還 真的還挺難過的 很像是 失戀的感覺吧 失戀的感覺 對 算不算是初戀 初戀的感覺 有初戀的感覺 因為 新戲院Cinema其實是新加坡的第一個獨立電影 對 所以它 one and only one 所以一定是很像初戀的感覺 嗯 那失戀 還好啦 哈哈哈 不算是 不算是第一次試戀的 哈哈哈 不是第一次試戀 對 Cinema從2007年開始到現在已經有四年了 是 明年就五歲了 本來就會是五歲了 對 所以我覺得 算是蠻可惜的啦 那為什麼Cinema Old School會停止 呃 是因為呢 呃 你們所 就是你們是在old school 對嗎 對 然後這次old school因為政府要把它收回 呃 是那個lis要完了 對 所以租期已經到了 所以old school就會就歸還給政府 所以Cinema Old School也算是沒有自己的家了 哈哈 是的 好我們在繼續聊之前呢 想請 呃就是Sharon先自我介紹一下 告訴大家你是誰 哈哈哈哈 大家好 嗯各位一百點算的朋友們你們好 歡迎你歡迎你 我是Sharon黃靜怡 那我在信心院裡頭其實做了大概有兩年多的時間了吧 兩年多 一半一半的時間了 嗯嗯嗯 呃其實裡面因為它是小公司 對 所以你你大概有很多東西 做你做不同的東西啊 嗯 起初起初我是一個 呃 呃兼職的工作人員 就是part time OK 你是在就是學校畢業之後去兼職在工作嗎 沒有耶 其實呃星星院是我第二份工作 嗯 OK 對呃就是想想就是可能休息一陣子啦 哦 就覺得說呃星星院好像蠻蠻有趣的 可能可以學到一些不一樣的東西 OK 因為我本身是藝術管理啊 呃的學院畢業的嘛 嗯 arts management 對 所以對媒體啦 藝術啊 都有很多的興趣啦 所以在去星系院之前就已經跟他們說 欸你們這裡有什麼空位嗎 哦 所以就這樣子 就這樣子 就這樣子進去了 對 可是星系院就是它整個就是關於電影嗎 你自己算不算是一個電影迷 會不會特別喜歡看電影 多半的時候都會去看電影 其實在呃有空的時候就會查一下 哦最近在電影院放了什麼電影啊 嗯 多半會看 其實多半其實自己也會去看另類的 就是非主流的一種電影 嗯 所謂的很多人所謂的藝術片 哦 也不也不算 因為有些是電影節 OK 那電影節其實他們也是從 各個國家運過來的嘛 特別特別手印的這種 嗯 所以對這些電影很好奇 嗯 就是我們也能夠了解的 對可是都會用一些比較獨特的一些手法 對 就跟可能普通的電影有不一樣的地方 對 嗯 所以你在Cinema Old School的呃 所做的東西 真的是包括了很多很多不同的東西 包括可能掃地 剛才你有講到 對對對 然後呃 還有你是不是需要去選看 欸這次我們可以帶什麼樣的影片進來 嗯 對偶爾會需要這個呃 呃 這個策劃的概念 嗯 對啦 吸引一些比較呃 就是 比如說你啊 或者是 一百點算的年輕人 嗯 嗯 前來呃 享受我們的一個小戲院的一個 嗯 special experience 像你的工作還蠻有趣的 是是是 很多人應該會很嚮往 尤其是年輕人 喜歡看電影的年輕人 是 哇 這樣子的工作你又可以選電影 然後又可以讓大家感受到 看到 是 喜歡的電影 是 嗯 所以今天晚上我們接下來的時間 都會再聊電影 呃 今天晚上請到的是Sharon 來自Cinema Old School新戲院 我們稍後回來再繼續的聊天 今天晚上我請到的是來自Cinema Old School新戲院的Sharon 那如果你是剛剛扭開收音機 歡迎你回到隨意詩人晚上好 我是詩妮 那新戲院呢 它是新加坡的一間戲院喔 可是它很特別 呃 它除了放映電影之外呢 它其實更是提供呃 一個很特別很特別的場地 讓本地的一些呃 導演啊還是本地的一些電影人呢 有一個可以發表自己作品的平台 呃 那當然他們也有一 就是一直的辦一些電影街啊 一些課程 一些演講 還有其他一些有關電影的活動 所以呢 我真的覺得Cinema Old School它其實超越了 只是當一間戲院那麼簡單 它更是在孕育著我們新加坡本地的整個電影文化 所以今天晚上Sharon我想問你一個問題 是 在你心目中 你覺得Cinema是一個怎麼樣的一個地方 其實我覺得它是一個一個家 哇 它是一個家 它是一個家 對 就是你在那邊工作太多 然後每次要隔夜在你睡覺 沒有真的 因為大家都是好像你的家人 嗯 電影人啊 策劃人啊 嗯 就是像家庭人的成員一樣 它是一個community 對嗎 一個小小的家庭 對 沒有分高低 好像我還是會拿掃把掃地 那嗯 呃 必要的時候 呃我們還是會做一些 我們平常不會做的一些東西 嗯 就很 就是很像family 對 所以在你心目中它就是一個這麼特別的地方 對 嗯 因為很少很少人會說喔我的工作是一個家 很少 很少 對 大多數人都是欸六點快回家了 對 所以你不會有這樣子的感覺 沒有 哇 對 你今年幾歲可以透露嗎 哈哈哈 不好透露吧 OK 可是你應該蠻年輕啦 對 呃 這麼年輕就可以找到自己 就蠻喜歡的工作 就好像你這樣啊 呃 對啊我是幸運的啦 對 所以呃 就是蠻幸福的 每天早上起身就會覺得欸 我又去另外一個家了 嗯 哇 哈哈哈 應該很多人聽了會很羨慕 是 我也希望呃 在一百點三的年輕人呢 能夠繼續做他們喜歡做的東西 嗯 呃當然不是非法的啦 哈哈哈哈 當然是創意空間之內 我覺得呃 如果你們有興趣的話 還是要一直堅持下去 對 喜歡去追求 就像Sharon一樣 你覺得有興趣去Cinema工作 嗯 就去問啊 嗯 嗯 因為你不知道的嘛 對 可能會 就是他們有空位啊 讓你 嗯 所以Cinema在新加坡啦 嗯 因為我們新加坡這麼小 你知道 市場又很小 然後可能獨立電影的市場 更是小 是的 你覺得在新加坡呃 Cinema有著怎麼樣的一個位置 身為一個獨立的電影的戲院 哇 我覺得它本身 因為它小 嗯 它是唯一間 那就很很容易 嗯 抓到人家的目光 嗯 對 就唯一個嘛 嗯 就欸 怎麼就唯一個 就很特別 對 那呃我還記得 今年四月份的時候 到了上海 啊 去就是 showcase一些 新加坡的本地電影 OK 很多人就問了說 呃我們應該做多一點這種 海外呃交流 那覺得很多人很對新加坡的電影很有興趣 那我們就覺得好 那有什麼平台的話 我們就繼續這樣 往外國這樣發展 所以會覺得有很多的欠職 其實還可以 就還有很多可以做的事情 對 除了在新加坡之外 是 嗯 所以你們接下來 因為OK 這個等一下我們不要講先 可能呃Cinema接下來的計劃 你稍後可以透露一下啦 不過呢我 我很喜歡Cinema的一個原因 就是你們 其實在做著很多很有趣的東西 比如說我前兩個星期就去看了 Design Film Festival 呃新加坡第一個設計電影節 其實不是新加坡 是亞洲 是嗎 我我我覺得是第一亞洲 對 應該是第一個電影節 就是整個就是呃有關設計 有關創意 我覺得很特別 嗯 呃為什麼會跟就是 Germaine跟Felix這兩位年輕人 一起辦這樣子的電影節 其實他們是我們的鄰居 哈哈 他們是你的鄰居 對我們的office都是在一樣的地方 嗯 嗯 當然我們 old school 是一個很創 很有創意的地方 對 那我們是嗯 我们觉得对什么创业都会support 都会支持 何况是Design Film Festival 所以当Germaine和Felix 跟我们窃谈的时候 就OK我们一定会support 会不会觉得你们做得到吗 因为他们要带进的电影 都是蛮国际化的 首先电影是他们决定的 所以我们不会说 干涉到他们的节目策划 所以地方之外呢 所以在地方的节目的策划中是OK的 我们可以给他们这个地方用 他们可以随意的说 把什么节目带进来都OK的 所以我听说 今年如果可能CMMA Old School 没有再Old School了 那可能他们就不会再继续的办 可能明年就到国外去办了 所以我觉得很可惜啦 新加坡需要这样子的一个空间 让新加坡的创意人 可以去发表自己的作品 去做一些有趣的事情 是的 所以很多人就说 你这个地方没啦 那我以后的电影节怎么办呢 等等等 所以我们希望 明年还是会有一个 比较 有一个空间给大家 希望CMMA可以找来一个新的家 我今天的嘉宾呢 他的工作是有关电影 所以今天很难免 我们一定要聊电影 所以今天我要问你 你喜欢看怎么样的电影 会不会去 因为你每天都要 可能你做策划的时候 要选一些电影 然后要一直看一直看 会不会觉得很厌烦 其实我 当我进入了那个 新戏院工作的时候呢 我就